再來看到海巡署又出醜聞了 這是有一位上校 他想要晉升少將 結果就攻讀碩士班 沒想到他利用職權 竟然就命令 說手下有高學歷的海巡士兵 御官來當我的書童 幫我寫作業 幫我做報告 好啦 現在被倆包了 想要掛星星也沒希望了 模擬有人遭到挾持 海巡弟兄奮勇搶救 順利制服歹徒 辛苦的參加操演 展現平時訓練嚴格的成果 但現在卻有海巡士兵不滿爆料 有人被長官借掉去當槍手 寫研究所的作業 不必出操 不必點名 也不必站崗 而被指控特權的 就是這位暗巡總局的人事主任 郭建民上校 找來高學歷士兵當書童 幫忙寫作業 交報告 我覺得非常荒唐 海巡署應該立即的議題 聽說在軍中跟海巡 這種事已經長久以來的漏洗了 對 也就是這樣的紀律不髒 上行下效 造成整個官場制度的混亂 像這種事情抓到 這種主管就根本就給他犯了 我覺得今天國軍最大的問題 是關真的問題 甚至還叫小兵用公家列印機寫報告 讓他輕鬆取得碩士學位 還名列少將候選人第一名 退伍的裴獨少尉忍無可忍 寄出不孝海巡校級軍官檢舉信 給海巡署長王敬旺 才讓事情曝了光 書裡面他也做了這個一個調查 是 那也給他適度的做了一個 以處深夜的處分 事實上他將軍他也沒生 少將夢碎 但巧合的是 上星期的將官近身 海巡署卻罕見的全部共沽 總統還勉勵新進將官們 多注意操守 現在看起來更是諷刺 中間新聞 黃明君 我們臉台北報導